文武年妈妈,自从16年国家开放二胎计划,又掀起了一股燥滑热,人们纷纷开始要二胎,觉得以后两个孩子都长大了相互有个照应,不至于出事就孤立无援的,父母那一辈常说兄弟姐妹们多好,都相互照应着,谁有困难就帮帮,现在只不过是碍于政策,现在好了开放了二胎,但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,麻烦也随之而来。 其中最尖锐的问题,就是大宝和二宝之间的问题,生二胎之前,下定决心二宝生下来后,一定要一碗水端平,绝对补偏向谁,手心手背都是肉,但是谁却是与愿违,可能是人的本性吧,不自觉的就偏向小的,对二宝的过度偏向,深深的伤害到了老大,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, 在老二刚生下来时处处不能离人,又处于产后恢复期,身体失弱,自己照顾老二的精力,都觉得精疲力尽,又怎么可能照顾得到老大呢? 随着二宝子的一天天长大,老大自然也成了他的榜样,而有一些妈妈却不注意这些,这是一个很好的奇迹,应该这次机会多多的鼓励老大,有些妈妈却反其道而行,大惊孩子。 这往往造成大宝的仇恕心理,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,我认识的一位宝妈,就经常说一些这样的话,你看看,你这个大大姐的还不如你弟弟,你怎么越长越长回去了,你看你弟弟比你强多了,我都这么累了,你就不能相信你一会儿体谅一下妈妈,甚至有的时候老二惹他生气了,看他太小不自觉的把烟火撒到了老大的头上, 其实关于老大和老二的之间的矛盾,也并不是很难解,要做好以下几点,一,做好孩子的思想工作,关于手足情深的观念,告诉孩子有了小弟弟小妹妹,你们就可以一起玩了,可以相互分享,一起吃东西,一起玩玩具告诉大宝妈妈是你的妈妈,妈妈也是小弟的妈妈等等,二,以鼓励为主,要以大宝为宝样, 多多的鼓励大宝,比如像大宝真棒,二宝你要多多的向哥哥学习我,大宝真能干,二宝也快点找大和哥哥一起帮我,你认为生二胎的家庭,真的能将二宝二宝平等看待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本频道